你 给你说件事 星电昨天停产了 是什么原因呢 订单不够 资金困难 预报的销售一直在下滑 如果再这样下去 下一个停产的就是我们 你觉着销售部 目前问题出在哪儿呢 可能 大家的积极性 还没有全部被调动起来 怎么样才能调动 大家的积极性呢 潘总 这个问题我得仔细想想 才能回答您 我已经想好了 我准备把销售部一分为二 你和袁慧忠各带一个组 三个月以后 哪个组业绩第一 您记住是业绩第一 组长就是销售总监 组业 你 组长 不仅仅是组长 我希望你努力 成为未来的销售总监 让我跟袁姐PK 这合适吗 哪儿不合适了 我到绿宝台七年 袁姐已经十多年了 绿宝公司 从来就不是一个 论责排配的公司 但是 我知道 你们关系很好 但是你记住了 如果一个企业 没有竞争 而是你好 我好 大家好 那迟早点完蛋 袁姐知道这个安排吗 都会接触的 李思宇 李思宇 你当初 为什么到绿宝来应聘 仅仅是一份工作吗 还是希望 有一个 能够成就自己的平台 现在平台我已经搭好了 剩下的就靠你自己了 潘总 你让我想想 思雨 方总 潘总在吧 在 我们部门一共只有八个人 也要踩哦 这是董事会的决定 全公司每个部门都要踩一半 但是 公司这种一刀切的做法 很不科学啊 但是有效 是 那些人服于事的部门 确实该踩 但是 我们部门每一个人 都是在超负荷的工作呀 要是再不缩减 人类资源成本 公司可能都开不下去了 好 这样子吧 今天下班之前 给我一个名单 给不了 陈总 那几个人都是我招进来的 跟了我这么多年了 苦没少吃 累没少受 但是钱又没多挣 我自己已经觉得很对不起他们了 你现在还让我把他给裁掉 不行 我 我做不了这事 不能够感情用事啊 那段凡只要是人 就会讲感情嘛 但公司只讲效益啊 行 如果公司一定要这么做的话 那我辞职 我下午就可以把辞职报告给你 那你现在你就可以给我 子婷 是吗 袁姐呢 见客户去了